川普说美国现在已经坠入地狱 而且变招的速度之快 从来没有会想到 我爱美国 所以呢我要选总统来 川普总统啦 前总统雨不惊人死不休 而且他的散动力 跟他的这个话语的掌握 确实有他的一套了 我们先讲2024 如果假设川普拜登 这个2020的对战组合 再一次对战的话 谁赢谁输确实很难讲 为什么这样 因为当时2020 其实投票是很接近的 再来呢川普那个时候 其实是抗中牌有效 但是疫情控制的不好 也因此到最后输了悬赞 拜登在这个2020上任以来 到2024的时候 其实美国可能已经都 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了 也因此疫情如果说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时候 有可能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的这样的一个对抗跟角色 也许又会是2024的影响选 在非常关键一点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说美中两大强权 到底现在是持续僵持还是有点趋缓 我觉得会看是说 这个期中选举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 11月马上到来美国的期中选举 其实也是对于拜登总统的一个考验 那现在要提到是说可能他们7月 不管是习近平跟拜登会有一个对话 但是大家也都在问啊 对话其实重点两个领导人的对话 要容易重点要是说要谈什么 对话完之后 有什么各自可以接受的牛肉 要端出来 这一点才是重要 那还有有没有可能在两个领导人 在有会面 因为一说是讲说也许 中国大陆这边中共有20大 在今年的10月 美国有11月的期中选举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中间 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个所谓的会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观察 谁配合谁 是美国的领导人到中国大陆 还是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到美国 谁配合谁 我想这个是看谁有话语权 或是谁比较需要谁 来做后续的 那这个选与会面的 比较有可能的机会 是在那个印尼的 APEC的非正式高峰会 又或者是第三方 第三方的机会 我觉得不是很大的原因 就在于是习近平 他从疫情以来 他就没有再出过国了 所以如果说他要出国的话呢 这种场合可能是比较是 比较有可能的 对 但是我觉得 比较大的重点就是 他们只期望先能够透过电话 那第二个话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开启彼此之间 这么久以来 他们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但是你刚刚孟凯所提到的一个重点 应该还是放在关税的开放余火 因为美国的这个通膨已经让拜登完全承受不住了 即使有刚刚赵大哥所提到的种种这样的问题 你当初讲了那么多 你就是要把抗中当作一个带动一个变成世界的一个主流 但是又怎么样 美国人向来对外交 对国家的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是那么样的重视 刚开始会有一股热情 到后面还是以自己本国之间 油价都已经到了 七块钱都已经开始看到了 再加上其他的部分 所以这是拜登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即使刚刚有很多卸任的官员 所提到的一东的政策 我想应该只是卸任官员的一个说法而已 因为你如果改变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 印太地区那些美国想要号召的这些经济体系国家 怎么样能够如何能够配合 一下间做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每个人都会叫不同的一个声音 很多人就提出来的 你虽然对台湾关系这么样的好的话 不要讲太多 拜登可不可以访川普一下 打个电话给我们的蔡总统好不好 你不要打电话给习近平 你用行动来告诉我们 你要放弃这些 行动里面用一些很多擦边球的方法 搞不好两个可以通上的话一面 这可以展示一个实质的一个决心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